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这四种类型 其中的数组和对象 是比较大的数据类型 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但是不是说十八二十分 咱们就可以讲得完的 所以咱们在 在用大片幅讲数组和对象之前 咱们只需要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数组 什么是对象 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是资源 什么是空 还有这四种类型 对不对 那这话咱们就做一个简单了解 不用咱们重点去处理 因为后边有大篇幅去讲 所以大家现在不理解没关系 你只要认识什么数组就可以了 数组就是什么 就是在一个变量中可以存多个值 存一组数据 数组后边咱们会重点讲 包括有一维数组二维数组 也包括有所有数组和观点数组 对吧 这里边咱们只需要简单认识一下数组 比如说后边我会稍稍写一下数组 大家要认识就可以了 来我这会记录一下笔记 我们把它写大方 看一下数组 就是一组数据的集合 对不对 那声明的方式是一个变量 AR等于ARAY 可以直接存多个数据 比如说12345 那如果咱们用前面类型整形变量去声明的话 是不是得声明五个变量吗 这个把五个放在一起了 那使用数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批量处理 我对AR进行处理 就相当于对里边的五位元素进行处理 对吧 就像咱们说了 比如说咱们说电脑一本一本拿 对不对 那是单个的变量 如果把电脑放在一个纸壳箱里边 我一起把纸壳箱搬走 是不是把一组电脑全搬走了 对不对 这是数组 当然数组还有关联数组和一万二维的 咱们后边再具体的再说 再看一下 对象 最好的程序就是面向对象的程序 后边咱们会用大量的评论图去介绍 什么是面向对象 什么是对象 以及对象的一些使用的基本语法 那这里咱就简单认识一下 比如说class 一个person 一个人的类 对吧 里边有Vr名字 Vr年龄 Vr性别 这个人可以说话 这个人 可以吃饭等等等等 那这说明是一个人 一个人就是一个对象 所以呢 PR 这话就是 PR SO人等于new proset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对象的类型 大家只是了解即可 OK 知道有这么一个数据类型就行了 不用审研究 因为咱们后边会用很长很长的一篇图去介绍他 然后咱们还有什么资源类型对不对 资源 那资源呢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文件 或者打开一个侮辱 或者连接一个数据库 前面咱们用过连接数据库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那比如这里边有一个文件 假如说test.tsd 对吧 这里边 写上一张A 对吧 我已经保存了 实际上A 然后我在这里边就可以用Fopen 返回一个文件的字运等于Fopen 打开这个test.tsd 这个文件 往上来了 不然妹子把代码挡住了 对吧 然后以读的方式 对吧 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 Echo FRE 读出这个数据 从这里边去读 然后输出 然后把资源 关闭 就像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就是资源 然后读里边那种是一样的 空 空了一下 咱们说摄成空了一下就相当于 对 它相当于一个变量用Unside把它删掉一样 这就是咱们其他四种类型需要注意的 课件里边 我有给大家一些简单的说明 但是大家稍稍了解一下就行了 知道我在说这样类型的时候 知道PP有这么一个类型就够了 对象 这是上面一个类 我创建对象和手对象里边的一些方法 然后资源类型 对吧 这种特殊的变量 还有空类型 表示一个变量没有值 对吧 被附上空的变量 尚未生定的变量 对不对 用它销毁的变量 是不是都是空的 对吧 那这里边呢 这节课咱们重点强的一个类型 叫做伪类型 咱们说了PP一共八种类型 对不对 怎么又出了三种类型了 加起不11种类型了吗 伪类型不是真正的类型 是专门在程序里边写说明用的一些类型 比如说后期咱们会学一个就算函数的东西 伪类型 比如说后边咱们会写一个函数 Faction ADD A和B 里边返回 $A加到处B 这是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我想用注释 写这个函数的说明 对吧 咱们PP是弱类型语言 我现在这个函数呢 虽然咱们讲的函数 但稍稍了解一下 对吧 我想说明这个函数 是存两个数相加 整形可不可以 可以吧 辅典型可不可以 是不是都可以用这函数处理它相加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别人这个函数写说明的时候 那告诉这个函数先写功能 说明是两个什么 两个数相加 对吧 如果我写第一个参数 A 比如说 这是P-R-A-M 对吧 类型如果用int W-A 这是第一个数 如果我这么去写参数说明的话 那说明什么 它只能存整数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这么写 NUMBR 八种类型中有这种类型吗 G-S里边有这种类型 P-R-D-M 对不对 那它就泛指 整形和浮点形 只是写说明的 不是真人类型 只是说它包括整形和浮点形 对吧 那我这么一写说明的话 别人就知道 这个参数 穿整形浮点数都可以 听什么 对 是这样的 那除了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什么 除了伪类型有NUMBR之外 还有什么的 MIXED 它也不是真人类型 也是假如一个函数里边 让我们存任何类型都行 对吧 如果写说明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 代步的函数 里边这么标记的 MIXED WP 那意味着这个函数 你穿什么类型的数据 它都认 MIXED叫做什么 认代表所有类型 记得只是写说明用的 如果这里边只写这样 只写STRNG 说明什么 这个参数 只能穿字母串 如果写 写这个 OBJCD说明什么 只能存对象 对吧 如果写ARAY说明只能存数据 那我如果写MIXED 没了什么意思 对 什么类型的数据都可以存 是不是说明用的 那还有一个 CLBC COLB 说明什么呢 对 说明 这个参数 是可以 传一个函数进去的 是可以传一个函数进去的 所以呢 我们后边会重点讲这种回调函数 说明这个参数可以用一个函数 作为一个参数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 那得大概了解 什么是伪类型了吧 伪类型并不是PSP的真正类型 怎么 PSP是过类型 对吧 在 学函数的时候会写一些说明 告诉别人能存几种类型 对 所以这里有这个 这个说明 可以接收到多个类型 这个 可以是整形复典型 这个 说可以用一个函数 作为一个参数 对不对 那用函数明来传递的一个回调子呢 后期咱们会讲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就不再说了 因为咱们这节课是在介绍类型 对不对 那这节课的内容 通通是 仅需要大家了解 后期我在提到的时候 在为真正学 比如数足对象 资源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在提到这些的时候 大家别陌生 只要折扰它是 P2P的一种危险即可 那这几个内容不多 咱们就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